heard of Xen X. 诗之后 接下来是一个 很可爱 轻薄短小的一首乐曲 这首曲子叫做《乡村花园》 其实这个曲是来自一个英国的民谣 乡村他们都会在礼拜天的时候 上午去完的教堂 下午就会在他们的country club 就是他们的一些俱乐部里面 男生去打打马球 女生就在房里喝咖啡喝茶聊是非 然后小朋友就在到处跑来跑去追逐着玩耍 这个曲子就是描述了那样轻快轻松的这么一个情景 其实我们台北也有这么一块好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自来水公园 我曾经也在蛮偶然的机会 我常常在这骑小搭车 就把车停了跑进来 到处走一走到山上逛一逛 我们旁边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步道 不晓得各位上去过没有 非常的幽静非常的舒服 尤其夏天的时候很凉爽 那么这个到处开满了漂亮的花朵 真的就是很漂亮的一个花园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曲子的原来是英国的作曲家 Percy Granger 他写了那么英国人在花园里面喝咖啡了或者喝茶了这样的情景 那我想我们台北市民如果能够常常的多多的也来我们这一个自来水公园的花园的话 一样也是可以享受这么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这个曲子里面的旋律很轻快 但是有时候会有些怪怪的声音或者突然 其实那也是一个蛮写实的 那小朋友追来追去难免就会打破了一个瓶子啦 踢倒了一张桌子啦 会有一些这个声响 那这位作曲家非常巧妙的就把这一个景象写在音乐里面 好 接下来就为各位带来这一个英国作曲家 Percy Granger 是克兰杰 他的名字我们拍的中文叫做克兰杰 所写的这一首《乡村的花园》 这一首《乡村的花园》 这一首《乡村的花园》 这首《乡村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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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续和蔡村相came 出�傲 multi bel中所税 dir猜者 这首《乡村的花园》 你后面的不见乳 叶子 百名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